XYG四把我觉得被平推推的有一点就是迷茫了 XYG被打得有点迷茫了 不知道该如何去打了你知道吧 XYG1比4惨败北京微博五月S组 连续四把被碾压 张大仙心态崩了 今天XYG输得确实难看 后面四打毫无还手之力 最后一把还被打成了玲珑塔 主要是怕把队员心气打没了 毕竟后面A组的对手都不弱 这是SA卡威赛的一场比赛 输了虽然不会被淘汰 但这场比赛对XYG非常重要 因为他们今年春季赛没能打进季后赛 目前的试冠积分为零 如果他们能赢下这场卡威赛的话 那挑杯和试冠的名额全都有了 但将还是老的辣 WB抓住了XYG喜欢干架的特点 加强了在线上的运营压制 不断地打情绪牵制 这让XYG有利也使不出来 首局比赛还是打得非常精彩的 小白熊的这波绕后技能全空了 XYG抓住机会反打成功 赵华真一级的没有拉到工作理工程 直接回头反打 狂点过来之后直接空下了关羽 再收下一个又把赵华真带走 已经大转转转 完成了一波一换四 今晚的狂铁表现非常亮眼 先是在十分钟的龙团 切掉了戈亚和赵华真 帮助XYG成功拿下暗影暴君 随后在中二塔的这波 直接拍起了三人 自己被关羽推进了塔里 开个大招撕鞋走掉了 今晚的这波确实很帅 不行啊 这个王道金 哎我的天哪洗碗 这一波一波枪 但是关羽回头也劈了一刀 我还没有死啊 你能抬着手血这什么呀 卡上中国还没死啊 一个台血一个盾救了下来 是的 最后一波团战 虽然WB在正面打赢了 但九月直接顶着两个人 强行把水晶点掉了 从第二把开始 成为了比赛的转折点 WB这阵容的火力太猛了 XYG被赢证压得很惨 没人能扛得助赢证的消耗 只有不断地放塔收缩防线 这把XYG有力也使不出 想开团根本开不起来 还没打人就已经被扫残了 只能不断地回去泡温泉 XYG这把真的打得太憋屈了 直接被WB平推 第三把有点如出一辙 WB的双奶阵容拿到优势 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XYG拼小号完全打不过 秀逗的孙上香都还没发育起来 WB在12分钟一波闪电战拿下 XYG这边估计心态崩了 后面一把比一把打得差 反而WB的手感越打越热 第四把打出十比一的人投比 轻轻松松再拿下一局 第五把更加离谱 XYG前期各种掉点 在四分钟龙团就直接炸穿了 完全没有还手之力 全在被动挨打 WB直接在人头上临风了XYG 最终在13分钟推掉水晶 WB以4比1拿下比赛的胜利 保住了自己S组的名额 而XYG要在A组争夺季后赛名额 现在A组的实力都不弱 就看XYG会不会受到这场比赛的影响吧 大家觉得XYG还能打进季后赛吗 XYG